大家好,欢迎收看秀手旁观新鲜事 大家在看古代电视剧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土匪 这些土匪是老百姓最憎恨的一类人 因为他们不靠自己的商手去劳动 而是靠抢劫来获取财物 而且这些土匪抢的不仅仅是物 有时候还会抢人 他们看到长得漂亮的女子 就会将他们抢走 送到山寨里面当压寨夫人 这些压寨夫人一般都会很反感这些土匪 但是作为一个弱女子 他们也只能忍受的屈辱 在山寨里给土匪们生儿育女 中国的最后一位压寨夫人叫杨炳莲 她也被人们称为中国最美的压寨夫人 因为她长得太漂亮 而被中国的湘西大王张萍劫走了 和其他的压寨夫人不一样 杨炳莲得到了张萍的爱 她利用自己的身体来化解张萍 对当地百姓之间的矛盾 因此而获得了老百姓们的尊重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她的故事 她是中国最美的压寨夫人 如今一百岁 容貌依然有倾国倾城的痕迹 杨炳莲出生于1919年 她在16岁的时候 遇到了湘西土匪王张萍 那个时候张萍是湘西一代著名的土匪 大家结社无恶不作 在一次行动中 张萍看上了长得水灵漂亮的杨炳莲 几天之后她找到了杨炳莲的父亲 让她把杨炳莲嫁给自己 当时张萍在湘西臭名远扬 而且她的山寨里面还有两个压寨夫人 一个逃跑一个自杀 但是杨炳莲的父亲没有任何退路 就算不同意最后女儿还是会被劫走 就这样杨炳莲被迫嫁得给了张萍 刚开始的时候她非常害怕 毕竟只有16岁 但是张萍对杨炳莲很好 杨炳莲也可以感受得到 张萍是真心爱自己的 于是就放下了戒备 因为张萍的身份 当地的村民都非常害怕和憎恨她 杨炳莲心地善良 经常劝张萍不要做太伤天汗地的事情 张萍有时候会因为杨炳莲而心软 没有对村民们做出太过分的事情 杨炳莲也因此而得到了村民们的尊重 作为土匪的压债夫人 杨炳莲的容貌自然是无可挑剔的 不过由于那个年代的摄影技术不发达 杨炳莲年轻时候的容貌 只能口口相传于当地人口中 不过晚年杨炳莲依然非常美丽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